大家好,继续扯土工的闲片啊 土工一直有一个航空母舰的梦嘛 细胞子,你想想这几年搞了好多钱都砸在这个上面啊 出现了各种搞笑的事情 很多事情我们以前都不知道 上一次说航空母舰是新修了一个航空母舰 造了一壳是不是 完了以后下水的时候,发现他妈的漏水 还不是我们家澡盆子呢,是不是 下去就漏水 有人说我还不是包一轮胎呢 上去我还能游一段时间 你说那么大一坨铁 都汉积都没搞清楚 所以细胞子特别神奇嘛 当时就把这个传播什么什么 中国传播总公司老总局抓了嘛 然后是去说枪毙了吧 传播这个中国传播总公司啊 这个东西啊 他的这个他的在北京的办公地点啊 在那个什么在那个东桑环和南桑环交界的那个地方 那里有个酒店叫传播酒店 但是觉得特别奇怪 我有好几个朋友过来了以后都住在那个酒店 有一次我进去看朋友 哎发现那个酒店质量还挺好 他一看就是典型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某一个部门的招待所 但是那装修的极其豪华 但是他又没有星级 他你估计三星级都没有 就是个普通酒店 但是里面的设施啊材料啊都是挺挺挺舒服的 所以很多人喜欢住那个酒店 因为他方便了就在那个东三华的边上啊 因为所以说这个传播总公司其实是个巨大的一个军工企业 当时说一生气把这个传播总公司老总都抓都抓了 今天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笑话也挺有意思的 跟大家扯扯纯粹是说笑话 但是事是真的啊 就想说这个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是辽宁舰嘛 辽宁舰是从这个乌克兰买过来的一个壳嘛 所以我们叫辽宁装修舰是吧 以前这个这个东西呢叫做全苏联解体 尚未完工的一个叫瓦良格号航母是吧 没有完工就是一壳 然后呢经过十年的大修和翻新 然后呢就以辽宁号的名字加入了中国海军服役啊 所以辽宁号这个很奇葩的这么一个东西啊 他过去的那种东西都是烧柴油的 现在的航空母舰都是很高级的是不是 你这种东西在别人的基础上搞得你只能继续烧油呗 所以说航空母舰是没有任何的战斗力的啊 真的还不如一个一个小山板真的 而且他后面要拖个巨大的一个补击舰 专门拖着柴油 一个导弹过去就把它给轰了啊 没有任何意义的啊 但是加不住共产党要这个面子呀 他做这些事情呢 他也是做个中国老百姓干的 你看我牛逼吗 我有航空母舰了啊 他也不想想你 他把你自己造一个呗 你干嘛要买人家的壳过来装修一个多恶心呢 他不管那么多了啊 装修那也是也是我有这么一个东西是不是 我现在海上跑几圈啊是不是 给中国老百姓看看 厉害了我的国呀 它主要是基于一个宣传的作用 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暖用都没有 所以他们就有人就把这个内幕啊 就爆料就爆出来了 把这个线索写得特别清楚 其中有几句话 因为我看了以后我肚子都笑痛了 说这个中国海军的航母啊 其实是站在苏联的肩膀上发展起来的 所以带有浓厚的俄式的风格并不奇怪 不过呢 中国海军在发展自己的航母的道路上 并没有完全抄袭 没有完全抄袭俄式风格 而且是呢叫做什么 按中国人的话叫去粗取经 去尾存真是不是 叫发扬光大 在学习的基础上 敢于创新 是不是 这些话我从小都会说 其实都是美国老子 这些话都有病 都是智障 你知道吧 你说你当时你 你学人家的东西 人家的东西好 你才学呗 是不是 人家什么叫好的 就是人家人家的东西比你高级呗 高里几个逼格呗 那你高里几个逼格的东西 你怎么能够知道人家是去粗取经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什么粗和经呢 什么伪和真的 你怎么知道呢 你以为你级别比人低啊 就像一个蚂蚁 他要找像我学习 他怎么知道我老罐子是怎么赚的 他不知道啊 那他还把我分析一遍 觉得我哪些东西不对 是不是学我的小短团 不学我的老罐子 不学我的小短团 这没有意义的 从来没过老子的话 中国人就这么几千年就这么说 怎么就叫做取粗取经 取伪存真 那你说明你还没学之前 你就已经比人家高级 你才有这个能力嘛 是不是 现在他也是这样 你看他这个话说的 他就是没过老子 不过中国海军在发展自己的航母的道路上 并没有完全抄袭俄式的风格 而是勇敢的创新 创新什么呢 精彩内容就来了 说什么呢 说比如 例如中国在翻修瓦两格号的时候呢 就拆除了原先布置在舰首的12具SS-N-19重性超音速反导 反箭导弹发射警 哎呦 这个专业名词我也听不懂 然后把这块拆除了 拆除了把它改了一下 创新了一下 改成了一个别的东西 都改成了一个小卖部 满足了这个航空母舰上 那么多人的这个购物的需求 你说这个 他就大模大样就这么写出来的 这是共产党的官方的文件 官方的新闻 真的创新 我真的笑得我他妈的淡淡痛 我觉得有毛病嘛 是不是 所以这些事 最近他们说被细胞子给知道了 说你他妈的 你为什么要改成个小卖部呢 这也连细胞子都看不下去了 就是再蠢的人也知道这是个玩笑嘛 是不是 要么就是这是个开玩笑的 故意黑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海军 要么呢 就是故意黑习近平的 觉得我们拿着你这个大把大把的钱 我们把它改成那个小卖部 我们在那上面玩呢 跟这个武力 跟军事没有谋关系 总而言之呢 言而总之呢 西包子看的这个东西特别生气 就说你为什么要改成个小卖部呢 你还不如改成个怡红园呢 是不是 搞一堆姑娘在那里 你不穿衣服在那里让这些海员 让这些海军战士在那里享受呢 是不是 还那个搞完了以后 还年轻人吗 是吧 扑腾完了以后还有点劲 所以觉得习主席关心他自己打炮 在家里爽爽爽 还没想到还惦记着这些海 航空母舰上的这个战士 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呢 就说土工的很多其他的官员也看得了 就说这是个严重的事件 如果他是假的 说明有人在黑我们 如果他是真的 你这海军这帮孙子 这帮拿着我们的大把大把的钱 一年几千个亿搞这个事情 你也太对不住我们的钱了吧 所以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都是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反革命的事件 说要查 那您查什么呢 所以老百姓就笑了 我们就笑 然后你马上就想到这个什么 甲午海战的时候的那个段子 说日本本来是特别害怕 中国的甲午北洋水师的 因为北洋水师的确在技术的装备上面 那比今天的中国的那些航空母舰 不是强到哪去了 其实就是亚洲最优秀的海军 一点都没商量 从技术从装备 但是日本人也不怕 是不是 然后他们就天天就拿着个猫眼镜 就在那里远远的就欣赏 中国的牛逼轰轰的军舰 然后突然有一天发现 中国的军舰在炮筒上面 是吧 就是晒了几件衣服 就是士兵的衣服 要晒嘛 其中还有几个女人的旗袍 或者内衣什么的 他们就判断第一 这个上面根本就没有军事的演练 这帮军人在军舰上面都在过小日子 第二是是不是有很多纪律都打炮 把纪律叫到船舰上面 从海军军舰上面去打炮 这是个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 后来我看到一个什么材料 就讲说他们当时的那些海军 他是在渤海 然后经常就靠岸 一靠岸以后 那些军人没有别的事的 一靠岸马上就往那个怡红园里面跑 天津的那个记忆园多了 去了 一个都去放水去了 放完了以后就回来 每次都这样 后来他们觉得这样不爽 就把其中最漂亮的那个记忆园 就带到船上去了 带着他们的军舰上面去了 所以才有这个女人的那种各种用品 晾在那个炮筒上面 结果被日本人拍的照片了 还据说发在日本的报纸上面 然后日本的军方就就经过研究 就得出一个结论 说这个什么 说这个北洋水是不禁打的 不禁打的 所以他们才有勇气 甲午海战日本人先开干打 挺有意思的 瞬间就把你灭了 全军覆没 这种事情其实不讲端子 你也知道 中国的军队是最没有战斗力的 搞搞演习是可以的 打打中国的老百姓是可以的 我就知道 我以前在北京有好几个军队的那些 退了休的那些老头子 他们都说 他们军人就是赚钱 从80年代开始 军人就不怎么搞军事 他们知道不会打仗 打老百姓戳戳有余 对外他不会打仗的 所以我为什么一二再二三的就把话说的那么的绝 有些人觉得我骂我 我觉得我四个自信 所以我就讲过习包子 他觉得你把它给他你120个胆子 120个狗胆 他也不会打台湾 他不会打的 他最多就演戏演戏 秀给老百姓看的 老百姓意思就是说 连台湾我都敢演戏 你们这帮孙子给我老实点 不让我轰死你们 军队的人99%的在干什么呢 在走私 1%的在打炮 就这么两件事 从中央军队的那些个军头到下面的那些个东西都是这样 都就搞两件事走私 赚钱嘛 过去在80年代的时候稍微好一点 80年代的时候军队赚钱的主要是赚中国人的钱 做点生意 开个公司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中国传播什么什么公司 开个酒店呢 是不是 搞这种事情 后来觉得这个钱赚的太傻了 还不是走私呢 走私石油 走私军火 走私毒品 哎呦各种东西 什么什么转型自己去干什么 我跟你说 他们的那些个军舰打仗没有 但是走私呢 分分钟的谁敢查啊 你海关的那敢查 轰死你啊 就怎么点事 早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好吗 所以他们说这个 把这个原本布置在箭手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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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音速反箭导弹发射警 改装成一个小卖部 真的是让人笑得大呀 但是你会觉得这是谣言 但是我告诉你绝对是真的我跟你说 我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啊 他们这些个什么瓦梁阁号啊 这个号那个号啊 福建号什么 上面肯定有小小姐啊 肯定有妓女在上面给他们提供服务 是吧 他们不可能说我下来 我还去酒店去去找妓女 不会的 都这帮孙子打什么仗啊 开玩笑 所以我有十足的勇气告诉大家 土工是绝对不可能对外作战的 他最多他就他就哪怕有一天他就丧权辱国 把所有的土地都卖了 他也不跟外国人打仗 什么日本呢 什么台湾呢 什么印度 更别说是美国不可能打 他不会打的 他没那么傻 他就是只要欺负中国老百姓 忽悠你注意就行了 这个道理你都看不到 那你真是白活了 我哥 你生了一个中国韭菜 你真的念这点道理都看不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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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